見到倫敦的建築好美 好想入去參觀拍照 但又閒人面俊 每次都沒有門釘 其實每年都有機會 可以入到這些著名建築物入面參觀 有甚麼好看 想參觀要怎樣做 看下去你就知道 Hello 我是Fanny 歡迎收看你我你講 在英國每年都會舉行一個 叫做Open House London的活動 這個是建築界的城市 每年都會吸引不少遊客 今集就等我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活動的攻略 和推介幾個必體的建築 看片之前幫我做三件事 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video 外國新路不屬 紙路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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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House London 倫敦建築開放日 是一年一度 在英國 甚至世界的建築城市 活動去到今年2021年 剛剛好就是第30年 由於疫情的關係 去年就停辦了 不過今年就捲土重來 建築迷 攝影迷 或者只是普通想周圍 參觀下的遊客有福了 因為在9月4日至12日期間 將會有超過800個建築 特別開放給公眾參觀 而且費用全面 所以每年都吸引到 不少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對上一次就有365,000人參加了 有興趣真的不要執書 盡情去探探這些建築物 聽起來真是幾吸引 我想參加又有什麼要準備呢 老實說 今年來講 現在準備有點遲了 因為有一些建築需要優先預約入場 熱門的地方當然一早被人預約了 不過都教定大家幾招 給大家一個攻略 將來都可以用到 第一 一定要好好利用 Open House London 的官網 因為有關活動的所有資料都會寫在上面 例如有什麼建築是開放 用不需要預約 有沒有Tour 開放日期和時間 地址 交通資訊 建築風格和歷史等等 都會一一詳細地列明出來 裡面還有一個地圖 清晰地顯示所有建築的地點和位置 如果想找找有什麼近自己的建築 都非常方便 還有一個filter 可以篩選不同類別的建築 總之你當網是活動的說明書 看完它 了解清楚 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有什麼想參觀 第二樣 就是要開始規劃好自己的行程 將自己想去的建築分好類 需要預約或者抽籤的 當然是盡快搶先去報定名 但都有不少地方不用報名 只需要到時直接排隊入場就可以了 不過始終活動時間有限 由9月4日到12日期間 根本就不可能去了800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真的要好好地計劃一下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預先設好路線和查交通資訊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建築想去 但又想湊湊熱鬧呢 其實網站上面都精選了不同的主題 讓大家可以跟著去參觀 第三樣就是記得留意開放時間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 雖然大部分的建築都是由早上10時開始 通常去到下午的4時半到5時就會關門 不過都有例外 如果選好自己去哪 都要留意時間計劃好行程 免得去到網門釘 如果明知這個地方屬於好熱門的景點 就記得提早一點排定隊 以免耽誤了自己整天的行程 剛剛講這三樣就是 Open House London 的攻略 現在疫情大家都飛不到 可能會很失望參加不到這個盛會 不過其實在官方網頁上 也有不少建築物提供Virtual Tour 就算不可以親身飛到英國 用電話、電腦體驗一下都開心 我都趁這個機會 介紹三個大熱的Open House London建築 給大家看看吧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是City Hall 即是倫敦市政廳 這個市政廳就在泰布士河旁 鄰近Tower Bridge 在2002年的7月開幕 它是倫敦政府的總部 倫敦市長的辦公室 亦都是倫敦議會的所在地 在外面看 它就好像一個歪了的桌圓形 又有些像頭盔一樣 聽說這個設計 都有利於節約能源 而在大樓裏面 亦都有一條500米長的螺旋樓梯走廊 由地面一路延伸到最頂層 在裏面看設計是很modern 所以這個建築 亦都是Open House London 裏面大熱的景點 雖然是不需要預約 但都要預計非常之多人 對這個地方有興趣 如果想去參觀 記得多留點時間 早點去排隊 第二個建築我想說的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Tang Downing Street 唐寧街10號 亦都是大家都熟知的 英國首相官邸 它被譽為世界上其中一棟 最重要的政治建築 沒有它的 因為它由1735年就啟用 一直是英國首席財政大臣 以至後來首相的官邸 代表著英國政治的權力核心 不少我們熟悉的英國重要政治人物 例如說是邱吉爾 戴卓爾夫人 去到現在的英國首相 約翰遜 當然都在裡面住過 如果想看下 這個寫著十字的黑色大門 收藏什麼呢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想參觀唐寧街10號 一定要預先申請抽籤入場 名額就只有48個 少到一個點 如果想看英國首相的居住環境 就看看你很不幸 抽不抽得中 第三個建築 同樣都是英國重要的政治建築 就是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英國外交部 英國外交部大樓 當然不用爭奔剛才進去 只需要大家去到現場排隊入場就OK 這棟大樓同樣都歷史悠久 在1868年就已經正式啟用 大樓一開始有4個不同的政府部門 包括是外交部 印度事務部 殖民地部 和內政部一起共用 當中大樓的正中心 Durbo Court 非常之宏偉 而整個外交部大樓入面 都有不同的雕刻和藝術品 每一個裝飾擺設都非常講究 連天花的繪畫裝飾都很漂亮 有機會真的要親身去參觀一下 而去不到英國的大家都不需要太失望 因為只需要上回 Open House London的官網 找回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入面都有個360度的Virtual Tour 讓大家都可以透過電腦 感受一下這麼漂亮的歷史建築 好 今集的內容來到這裡 不知你又對哪個英國的建築最有興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Fanny 會繼續跟大家介紹英國不同的生活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